酒店周围拉起封锁线 加派警察助手禁止人员进出 55名工作人员全都带走进行隔离筛查 还要求附近超过3万名居民漏夜排队做核酸 原因就是隔离酒店传出有工作人员确诊 9月5日在对隔离酒店观察的密接者 例行核酸排查时 唐某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采集唐某所在楼洞外环境 同号标本40份核酸结果均为阴性 大陆广东通报一名隔离酒店的清洁员 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曾两度前往确诊房客门口收集垃圾 加上Delta病毒基因定序高度同源 初步研判是在收垃圾时被传染 而他在染疫后到确诊期间都住在隔离酒店 专家认为社区传播风险较小 病毒无孔不入 不只收个垃圾 可能染疫还甩不掉 一对妇女六月中从南非入境深圳确诊 治愈后返回宁夏 五天后核酸检测成阳性 再度入院隔离治疗 在八月中二度出院居家隔离 没想到九月初再度复阳 由于两人一直隔离中 疫情传播风险较低 但反复复阳已经让外界见识到 病毒有多难缠 记者综合报道